原标题 不书人效仿的榜样 可是 对于车印的人生经历及最终的结局 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那么 车印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最终的结局如何 车印出身官宦世家 曾祖父车迅曾担任东吴的会计探手 父亲车御官至东进的吴郡主部 车印自幼聪慧机名 相貌不俗 以识人建称的南平太少忙活之看了他后 曾惊奇地跟车御讲 贵公子虽然年幼 但将来必定会光要读下门户 务必要让他专心读书 日后必大有作为 车御听后 心中甚是高兴 车印能名照读 堪称千古家话要说车印 也的确是个读书的好苗子 不用书记得多处 便每日里勤奋苦读 可是车家虽然世代为官 但家中却是急 肥清贫 甚至连灯油都限量使用 所以 车印为了能在晚上读书 便在夏天捕捉到数十只萤火虫 然后将其乘入白色丝带中 用它们发出来的光芒读书 车印不舍重业的苦读 再加上天资聪颖 最终成为一个博文强制 学富武车的大才子 成年后的车印不仅满腹才华 而且相貌英俊 鸡勉聪慧 每次出行或与人谈论时 经常能起到万众瞩目的效果 由时名气越来越大 极受当地世人的赞赏 钦佩 全臣桓温在座荆州赐史时 因为听闻车印的名声极大 便征辟他为从事 并对他极为器重 后来 车印又陆续担任桓温的主部 鞭架 征锡掌使等职 在帮助他出谋划策的同时 渐渐地在朝廷中打开知名度 车印不仅徐时渊博 而且相貌英俊 太守王国之名之人 建印于同幼之中 未印赴约 此当大兴清门 何时专学 印功勤不倦 博学多通 家皮不长得有 夏月则炼囊 圣树时营火以诏书 以夜际日焉 提长 风姿美少 激务敏素 甚有香须之余 桓温在荆州 撇为从事 以辨识毅力深重之 尹为主部 稍先别下 征锡掌使 遂显于朝廷 建晋书郡八十三 魏锦南朝明史 常以放框不击 潇洒风流自举 超级喜欢电影 长笑和谈论玄学 车印自然也不能例外 据正史记载 在桓温手下任职期间 无论是什么名利的聚会 车印必定会参加 并屡屡的其中成为焦点 以至于车印缺席的场合 众人都会略带遗憾的说道 车工没来 这场聚会甚是无趣 全臣桓温 宰相谢安等 都很推崇车印等了车印入朝为官后 宰相谢安每逢流集之日 便会摆设严席功后车印 由此可见他的性格 实为印与无印之 以寒素博学知名于是 又善于赏会 当时没有程度而印不在 接云 无车功不乐 谢安邮集之日 折开眼带之 引文童上 宁 康元年373年 桓温义土篡位称帝魏国 并死在孤属 车印随即被孝武帝争败为中书侍郎 封关内侯 由此进入朝堂座馆 孝武帝喜好主学 经常跟车印探讨六经中的义理 并在亲自讲解孝经时 让他从事选取文具的工作 被识人视作莫大的荣耀 孝武帝很器重车印 不断拔卓他车印因为财学 品行备受孝武帝的赏识 接连被拔卓为适中 标齐掌使 太常 护军将军 立部尚书等职 印封林相侯 并多年兼任国子博士之职 在朝堂内外的知名度很高 在宰相谢安离世后 被视作清流派官员的代表 然而没多久 车印变因权臣司马道子 司马元贤父子的逼迫 最终丢掉身家性命 司马道子是孝武帝的亲弟弟 在将宰相谢安赶出朝堂后 接替他执掌朝政 谢安不久离世 然而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都是久如命 经常无法理政 所以 实权便落到司马道子 的世子司马元贤手中 司马元贤掌权期间 不仅排除异己 吻乱朝纲 而且飞扬跋扈 交金放大 引起很多政治朝臣的反感 尤其以清流派官员的代表 吏部尚书车印未慎 车印意图揭发司马道子 结果被其逼死此时 由于司马道子不甘心大权旁路 跟儿子之间矛盾很深 在这种情况下 车印便与御室中城将冀一起 准备向司马道子告发司马元贤 不料计划尚未实施 便被人举报给司马元贤 后者文宣大怒 逼令车印自杀 时代隆安四年四百年 车印自杀后 朝廷内外非常痛惜 元贤有过 印语将寄密言于道子 将奏之 誓谢 元贤逼令自裁 额尔印足 朝廷伤之 引文童上 史料来源 禁书 资质通鉴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